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呦呦呦 这里在打架呀 我们这边主要是在做餐点的服务 我们是一家餐厅 希望每个人来 可以想做到我们用心制作的餐点 然后可以看看这些报告 因为我们在做送养 为了这些毛孩 只要有人通报救援 林梦勋就立刻前往 至今已从严罗王手里 抢救回超过3000只毛孩 只要有人想任养 他就会亲自护送 不管东西南北 骑着重机奔驰 只希望能早一分钟 把要被安乐死的狗领出 把他们安全送到新主人家 在关键时刻你愿意为他 花那些钱 我觉得这是价值 那在一开始你花多少钱买他 跟价钱 我觉得价钱跟价值是不一样的 为了抢救毛孩 他几乎先进家财收光积蓄 还卖掉两部心爱重机 后来愁缩的钱 他开了间宠物任养餐厅 我们会提的是所有养猫养狗会遇到的困扰 跟你谈这件事去让你面对现实 就是当这些事发生的时候你能不能接受 曾经救过下半生被鸦片的猫 还有脑性麻痹的狗狗 因为爱他们 林梦勋绝不会为了送养而送养 他希望创造三营 给你 给我 给他们 一个家 给我你未经雕琢的天真和自由 给我你未经雕琢的天真和自由 给你我未不足道所有的所有 突发周星台中播斗